为什么天桥书役勇敢告白后高士德不主动kiss书役,为什么高士德不相信自己,书役委屈的流泪,红了眼眶书役还是勇敢的表白心意,因为是你,不喜欢也得喜欢来这里听听林老板是怎么说的。 他对角色的理解和对BL剧的理解真的很有远见,很有深度他为此付出的感情和努力只能说一句不愧为林老板老子不演了,我来真的你成功了,你是对的你值得我们爱你几段音频和在了一起应该就是关于得意的完整版的clubhouse的音频了,姐妹们耐心听完它真的值得。 为什么每次kiss都是周书役主动高士德请公起来,其实天桥告白之后原本是高士德主动哦。 在,在,因为那个就是剧组很贴心的让我们的时间,拍摄的时间轴是平的,先拍第一季再拍第二季,所以等于是说,其实你们看到那场告白戏,为什么会这么, 情感会这么浓烈的是因为前面的很多的剧情以及两个演员的相处堆叠到那一刻,但那一场戏其实在拍的时候,我也是在意料之外,觉得比原本我们所预想的还要更好。 因为那一场戏一直都是导演非常担心的一场戏,因为如果那一场戏不能够真的走入人心的话,那这两个人在一起这件事情是不成立的。 所以在这边还是要谢谢导演这个担心。 主动,我先问一下,就是其实因为那时候有很多的对白的部分,其实你们在跟导演讨论过都会想说,原本是高士德讲的,但事实上可以当周树一讲。 对,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讨论的就是我们做了很多的尝试,然后其实在台词上面我们也调换了这样子,对。 就是,这可以讲吗? 可以啊,因为我觉得每次导演讨论。 因为我小时候导演没讲话。 他有些创作秘星啊。 就是其实后面的台词我们有都改掉了,然后那其实那一场戏就,这个真的能讲吗? 来,导演。 你看你怎么。 来,就捉。 没有,导演,我捉他这个。 其实他有一些。 对,有一些在现场的时候有一些台词的部分其实我们会调动。 可能是谁讲的,后来是谁讲的,对不对? 对。 OK,我为什么会调动的意思吗? 就是会做一些这样的标准机或设想人。 因为其实有时候剧本是跟各位粉丝分享的,我觉得大家都是铁粉,应该知道。 因为写剧本的时候佩鱼在写的时候我们跟他一起讨论,那是一次创作嘛。 那是第一次,first。 然后但是到了现场之后加入演员,那就是再次创作。 有时候其实剧本是适得讲没有错,但是也许有些话反而让舒逸来讲,那个味道跟那个动机会不一样。 然后我觉得会加强这两个演员跟得意CP的感情的呈现。 然后三来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Yu的中文不是很好吗? 然后所以我希望他多讲话。 因为他其实讲话奶萌奶萌的很可爱,你知道吗? 对,然后加上高士德在第一季他是一个不多话,但是眼神很深情的人。 所以有时候反而到了现场的二次创作,会觉得士德的角色好像子虹不用讲这么多话。 他的表演已经说明了一切。 然后多数话反而把那个味道给破坏掉。 无声甚有声。 是,报告币,谢谢大家。 谢谢导演。 这是那一场。 哪个San? 您说完,让您说完,您说完。 老板说,老板说。 就是想跟你们说一下,可能很多人对于这个东西有所期待,想跟你们说一下抱歉。 因为原本其实是在周术义告白之后是高士德主动。 那我们把这个东西给抽掉了。 对,变成说算是全程周术义主动这样子。 那台词也有所调换这样子。 那我们不知道这样子做的结果会是如何, 但我很感动就是说大家在做这件事情是很有勇气的。 因为其实心里面都知道很有可能,很有可能,非常有可能会被骂。 就像前面说的这个旧有的思想。 对,所以,对,很感谢大家那么勇敢。 但是要承担这样子的风险。 好的,没关系,一切都取得。 好,跟大家问个好吗? 大家好。 你是吃乳狗的吃太多了是不是? 你是吃乳狗的? 不会,真的,你们得意真的是。 好孤独的大家好。 真的,什么话一哥哦。 大家好,你好,主婚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好,你好,你好。 好,你好,你好。 好,你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